QE宇文 哈囉 大家好 歡迎來到QE宇文 我是DH 我們都說狗是人類最好的朋友 但是你可知道 狗最好的朋友不一定要是人類 甚至也可以不用是狗 今天介紹獵豹與狗的友情故事 故事開始於2015年5月12日 在美國維基尼亞州的 Mater Richmond動物園 有幾隻小獵豹出生了 不過其中一隻被命名為庫巴厘的小獵豹 天生就比其他兄弟姐妹們更加慘弱 当其他兄弟姐妹们都在健康成长时 库巴莉的体重却不增反减 动物肆育员发现猎豹妈妈的八个乳头中 只有两个可以正常哺乳 所以库巴莉因为体型一直抢输 又因为吃不到而越来越瘦 如此恶性循环 库巴莉很可能有生命危险 因此动物肆育员们不得不给库巴莉人工喂奶 想说让库巴莉更加健康一点后 再重新融入猎豹家庭中 不过肆育员为 当库巴莉回来时 其他的猎豹们都已经忘了他 动物肆育员们发现 库巴莉在猎豹群体中被孤立了 对于有着复杂社会结构的猎豹来说 这并不是一件好事 动物肆育员们决定要做些什么 带让库巴莉不再感到孤独 经过一番讨论后 他们决定找个朋友给库巴莉 要找一个年龄相仿的适合物种 最终他们在阿拉巴马州的一个动物收容所 找到了一只狗并命名为卡哥 卡哥跟库巴莉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卡哥就对毛茸茸的库巴莉很好奇 随着他们在一起长大 共同一种的好朋友 甚至比亲兄弟还要亲 他们会在东物园中互相追逐 玩耍 也会互相依偎 甚至抱在一起睡觉 在他们一岁时 动物园还一起给他们过生日 他们也一起拆礼物 并且享用这个礼物 如今他们也会在动物私园论的带领下 在动物园中散步 相同的案例 不只有库巴莉和卡哥这一堆 其他动物园也有 例如在美国的克萨斯州的达拉斯动物园 狗狗阿曼尼和猎豹温斯皮尔 也是一对好朋友 其实将狗与猎豹一起养来改变猎豹的做法 早在1976年就开始了 养育人员发现猎豹与狗一起生活后 有可能是因为狗可以与人建立良好的关系 猎豹会变得更友善 简单来说就是变得像狗 有种我跟你是朋友 你跟它是朋友 所以我们都是朋友的感觉 今天的介绍就到这边结束了 如果喜欢的话 请记得按个赞 想认识更多动物故事 也请记得订阅 那我们下部影片见啦 拜拜